因为没带洗漱用品出来和小曼逛超市 我感觉我这纯纯是你有视角 息息好甜呀 和他在一起时候感觉就是最快乐的 但没想到路上竟然遇到了 二个坑人的房东 我们这家家户都在六百 等我再收招回去啊 听明白啊 今天晚上你们就得搬同间 什么意思啊 我们还没有到期吧 要紧我退你 现在大学生毕业季 有的日月也花六百元就交出零件 这房子啊 我不租你们了 别生你怎么这么随意啊 现在惹就得了 你不是很牛逼吗 你不是之前跟我说话大学生的吗 我告诉你啊 你们离职家黄哥 没有之前通知我 所以我先把黄哥收回来 你明白吗 六百我交什么 干 六百我交 完了 就看不过你这时候在女人面前撑一个人 今天晚上说你干净滚断 对不起啊 都是因为我要搬进去 没关系 我们去收拾东西吧 可能还是你今晚要住的房子呀 他已经明摆着坑人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顺着他呢 就像你刚刚还要给他六百块的水电费 这不就等于妥协他了吗 这房子我早就想换了 所以你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好吗 反正把他能住就住 不能住 不能住我们就走啊 不然你去他前面讲 这个房子正好是我们不想住了 不是他把我们赶走了 别了吧 听着更想丢客了 那我给小姨打个电话 然后呢问他男朋友 就是我们今天搬过去 看有没有位置 然后呢 今天正好也找不到房子 我从没想过 到过的地方 我们家完了 怎么说呀 小语说和他男朋友一起 我们把东西搬到他的房子去 然后天也快黑了 我们先找个住的地方吧 住的地方 那个我 我订两间附近的吧 你把你的号码发我一下 也是因为我你今晚才没地方去的吗 我知道一家床座的 小语和他男朋友经常去 那走呗 你不用先回 出租房一趟吗 都能让你出发 也订楼上 不够